好最新现场消息马上来关心的就是呢 总统助选逼让路结果这个部分呢 将一话说往后他们会特别注意分寸的 另外有关于文件会呢 对岸要设据点这个部分呢 甚至则说还要进一步的协调 到底还有哪些最新消息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黄安晴告诉大家 安晴 归关让主要带下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整个相关这个选举的部分呢 在上礼拜六的时候呢 针对整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身兼国民党党主席的马英九呢 因为在这个相关的复选过程中呢 在国道上呢狂飙 但是呢有民众检举说他非但没有走路间 但是呢却还走这个在内侧车道最塞车的部分 而且还一路的这样来驱管相关的民众 让很多这个民讲立委抨击说 是不是像古代的皇帝初询一样在耍特权呢 今天内政部长江仪化呢 就特别说尽管这相关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特例特权的部分呢 在欧美国家都常常有发生 为了要便于总统的这个相关的行径 但是呢或许这个相关的分寸必须要再拿捏一下 我们来听一看稍等访问 像有行政的专机 还有开路的这个前导车等等 那这一些是我们一个民主社会 哪怕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都允许的 但是如何在实际的执行的这一个过程之中 拿捏这个分寸 尽量减少对民众交通或生活方面的不便 譬如说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很大声的喇叭去驱赶民众 以及执法的态度 民众可能引起的反应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妥善处理的 你怎么看这个查会的笔录外泄的问题 查会的资料有外泄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相关的地检署的单位已经在进行了解 那目前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或哪一个人泄露出去 那这种事情当然是要很严肃对待的 因为我们鼓励一般的民众来挺身的提供给我们查会的一些证据 我们当然要保障他们的秘密身份 所以这一部分如果有疏失的话 我想公共能引舒适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办 好我们刚听到呢 针对整个相关被抨击所谓的总统滥权霸道这件事情呢 刚才江一华特别提到说呢 这件事情或许分寸上必须要再拿捏